我们要先把那个随身碟里面 我们上次存的草稿先复制到桌面 因为它记得的路径是在桌面 所以我们搬到随身碟 现在把它搬出来 不然检印它会不认得它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要从随身碟 找到我们上次存的这个草稿的资料夹 上次我们是9月10号影片制作 那整个资料夹整包 把它复制到桌面上贴上 还原以前我们上次放的位置 那你不能去改它里面的这个名称 你把它改名称它就不认得了 它原本就记得9月10号 你把它改掉它就不认得了 所以这资料夹里面应该会有原本的 这个二三十张照片 然后一手MP3 然后我们把它利用检印做成一个影片 然后存成草稿了 再把它放在这边来 这个是9月10号我们做的草稿 那你看打开来 都英文的档案对不对 看不懂 要把它丢回去那个检印软体里面 才看得懂 这个是检印软体才看得懂的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资料夹 就是我们上次的草稿 把它存到检印里面去 把它复制 不是复制这一些 是复制这个草稿 这个是草稿 按右键复制 那这时候打开软体 刚刚那个自行是要按右键去看内容 现在是要把这软体打开来 在家里面就不用这样子复杂 家里面打开来之后 它就在软体里面了 它的那个草稿就在里面 它不需要这样复制出来 然后再把它复制进去 那为什么在这边要这样做 因为电脑教室它会还原 你只要一关机 整个软体都不见了 所以草稿存在这软体里面 也会不见 所以才把它搬出来 那现在又要把它搬进去 才能继续做 好 他问你要不要更新 不要更新 因为更新之后很多要付费 好来这里 从全局设置这里 全局设置再进来 这里就有个草稿位置 好那这位置路径 你不要去改它 你从旁边这个资料夹 点进来 好直接在空白地方 按右键贴上 好贴上之后 这个关掉 好那这画面要关掉 它没有按钮 来你就按这个 ESC离开就好了 它就在这边了 有没有 草稿就进来了 好在家里面 它关机 关掉不是关机 关掉这个软体 再打开来 它会存在这边 好那我们这边电脑是 你一关机 它这个软体就不见了 所以这里面的草稿也会不见 所以我们上次才把它搬出来 好啊现在就把它搬进去 好搬出来的方法 好一样从这边 全局设置 然后点这个资料夹 然后按邮件 我们上次是把它复制 然后到我们的资料夹里面去贴 对不对 好就是反方向就对了 现在就把它贴进去 上次我们是这样 放到这里 然后贴进来 好啊现在就把它贴进去 好反方向贴回去 贴回去这个软体里面 在这边 全局设置 然后里面的草稿位置贴在这边 好来你试试看这个 好